下午的時候在臉書上面看到一個粉專叫國瑜獨角戲吧 然後他就把這一段全部這個用四格圖做出來 然後我給他下了一個標叫假皇帝對上真貝勒 金普聰是愛心絕羅式的後裔 那因為那個柯文哲老師說我是雍正嘛 所以假皇帝對上真貝勒 所以這個是現在真的是 我覺得其實在禮拜那是禮拜六的下午對不對 禮拜六的下午啊 他們還沒有開會的時候 我在臉書上面很多同文層的朋友 我們都在下注 大家覺得他們到底藍白會不會合啊 然後結果大家都覺得不太可能會合吧 那因為兩邊的條件都已經不是善意的堆疊 是條件的堆疊 都已經堆疊到這樣 果不其然 原來是今天手牽手明天下毒手 果然是這樣的狀況嘛 那你看到金普聰出來講 金普聰出來講的我覺得這很讚耶 他是怎麼講的 他講說醫生 醫生也有很多種啦 他說柯文哲提到自己是外科醫生 講話很直 我要勸告講話直不直 跟是不是醫生無關 講話有沒有道理比較重要 你看一刀就給他戳進去 那今天柯文哲的反應是什麼 我今天是最受不了的一個廢話 他不知道要扯什麼啦 他扯說 他要講說民進黨的廠子又在罵民進黨就對 然後他就講他小時候去看過民進黨的廠子 是陳菊主持的廠子 你喊民秀你跟陳菊只差九歲 陳菊小時候也是你小時候 當你所謂的小時候的時候 那個時候陳菊正在為台灣做黑牢 所以你少在那邊鬼扯 然後他更噁心的是 然後他就開始模仿陳菊 那個主持的時候也聲調 黑金的國民黨又要回來了 我們比前的台灣 噁不噁心 這是柯文哲 但是為什麼他會這樣 就我剛剛講的 假皇帝被曾貝勒嗆 因為你從這件事情你也可以知道 其實柯文哲過去在網路上面 有很大的聲量 為什麼會有很大的聲量 因為講說 這個藍綠都是垃圾 很多人對國民黨或許不滿 對民進黨也有不滿 因為這兩個政黨 在很多年輕人 他的有記憶以來都是執政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兩個政黨都不好 可能換白的比較好 可是他們潛意識裡面 還是比較偏國民黨的 所以這些就是過去支持柯文哲的 所以很明顯的 就是現在柯文哲被金輔聰吐了以後 那結果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會把一些 原來可能覺得侯友宜 我投不下去的人 現在 不然人家都夠了 讓你選你也選不上 然後我來選會大贏的柯文哲 讓你吃就快了 所以我覺得票搞不好 在民調的時候 會再回到侯友宜的身上 柯文哲他講說 他小時候聽陳菊演講 我覺得他模仿那一段 真的蠻噁心的 我覺得是故意在醜化 羞辱陳菊 不過柯文哲講 他小時候聽陳菊演講 我是同意 因為柯文哲現在也還是小時候 他還沒長大 畢竟他媽媽說 他還是個孩子 對他的前幕僚 Grace 吳靜宜 他透露一段秘心 我看到這段我想起來了 他說金普聰 你因為你把柯文哲當一個成熟的大人 才會對他翻臉疑惑 他說柯文哲個性就是這樣 他說二零一八年 當時民進黨不是提名要要準備要提名 姚文治嗎 柯文哲要選連任 對不對 二零一八年選前跟民進黨密會談判 大家記不記得他是跟誰見面 黃耀福 當時的四黨部主委 洪耀福還有 黃成國 對 主委黃成國跟洪耀福 後來不是一晚就撕破臉 當天還有記者收到密會地點去拍照 所以我們 當時我們記得猜說 這麼祕密的事情 怎麼會有記者去拍照 現在解密了 原來柯文哲 就是用這種方式 洩漏消息的方式 讓這個談判直接破局 所以昆玉雄 身為國清河的唯一僅存的受害者 你對藍白河有看好嗎 我也沒有僅存 黃三三也是受害者 他大概忘了這一段了 他不會 他記得很清楚 他只是現在還有政治任務 我沒有政治任務 對不對 所以剛才領導講說 這是什麼貪狗是不是 互相拆腳 台灣民眾黨之前對我來講說 在第一階段大家不要貪狗 我們希望腳步可以一致不要貪狗 我一直覺得禮拜六 那場叫大外哥 你是講柔道的大外哥 要不然就大內哥 兩個在打柔道 過肩摔出去了 對 現在大家都沒有能力過肩摔 如果能夠過肩摔的話 他們早就過肩摔了 那現在大家都糾纏不開 所以還在那邊大外哥 大內哥 大外哥 大內哥在那邊糾纏 這個是現實的狀況 現實的狀況往回推 這兩個人 兩個領導人 或者兩組的這個領導班子 我覺得都不很現實 怎麼說 那很有問題 柯文哲怎麼會覺得說 我選就一定贏 然後你選不可能會贏 你們兩個誰選都不可能會贏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你認清現實嘛 好不好 那他沒有辦法 大家會覺得他講這個話很過分的原因 就是他與現實不符 吉普聰提的那個案 那也是與現實不符 至少以我政治系出來的知識 我從來沒有聽過哪一個國家政黨整合 用什麼民主初選 我們美國的那個民主初選是黨內初選在用 而且選民是登記制的 那個法國要政黨整合的時候 在做什麼 他做二輪投票 那你們為什麼不學的稍微精確一點 你黨內初選五月的時候 如果你學美國民主初選 現在你都沒有郭台銘了 你覺得民調不好 用那個方式不是比較好 為什麼不早點講 而且那時候有五個月準備 現在只有二十六天 你這個根本就不現實 然後你們還要一直辯護說 金老師提出這個方案 我們侯伴有想過有什麼東西 那是很正確 因為民調怎樣怎樣怎樣 不是 這個東西要合現實 那你不合現實 那大家實在是就不知道要怎麼講下去了 然後我對不起 對不起 我把它講完這件事情 然後再簽那個什麼認同卡 更奇怪 你有看過說叫學生簽認同卡 說我不會作弊 我絕對不會作弊 簽完以後這一場就不會有人作弊 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會灌票的到哪裡都會灌票 我們大家 我跟東豪 像我們幾個都跑過地方選舉 對不對 到鄉下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個地方 不論國民黨的民進黨 我告訴你 好緊張 那個身分證一口袋 等一下 然後再出去再繞一圈回來 請問一下 你要辦黨內初選 或是辦民主初選的時候 你身分認證怎麼處理 你光身分認證 就是整個的玄悟過中 因為最麻煩的事情 那沒有搞三到六個月 你根本就搞不定了 那我們現在只剩五個禮拜 對 我們只剩五個禮拜 所以完全就傻眼了 我覺得你們太嚴肅太認真了 對 我只補充一句話 基本上我認同一個角度 就是說現在是比視角的處理 我們照照片 男有視角 女有視角 然後你也不知道藍白河 能不能成上帝視角 你基本上要用彼此支持者的視角 聽到沒有什麼視角 很簡單 好不好 以前是民進黨在享受 經歷 柯文哲 要換國民黨去享受這個過程 這個受成 這個過程會跟洗喪溫的一樣 忽冷忽熱 然後呢 你們就要體會去接受柯文哲的什麼 反覆無償 反覆無償之外呢 還要加什麼你知道嗎 還要加被羞辱 被羞辱 為什麼會弱到這種程度呢 是因為有一個基本的狀況 就是是國民黨需要柯文哲 不是柯文哲需要國民黨 彼此需要 沒有 我跟你講核心 還是要贏 領導 這個這個不是大家在這邊比嘴嗎 就是說誰比較需要誰啊 你們的總統候選人被羞辱說 讓給你都選不上 我的天啊